那么2022年2月18日早上的3点到5点 60年一日的日子 那这个日子呢正好是任银年、任银月、任银日、任银时 关于财运方面的愿望就特别容易实现 那么这个日子呢也被称为黑虎日 为什么是黑虎日 任它属水 那这个水呢在五行里面是黑色 那银呢是银虎所以它是黑虎年 所以在黑虎年、黑虎月、黑虎日、黑虎时 这个时候财运有关系的就容易实现了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赵公明、财神 财神的一个祖师爷 他的坐骑是一个黑虎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去链接跟财运有关的愿望 就更容易实现一些 那么这个时间也被称为四柱扶椅 四柱都是扶椅了 都是一样的一日子 那这个时候呢 好的人是极好 坏的人是极坏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多保持一个严好的心态 不要与人发生冲突 争取不要出差 出太远的地方 离家 那多做一些让自己心情平静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我们平常的时候有打坐习惯的 有站桩习惯的 或者是有念字的 或者是看书的 念经的 等等 这类有关的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的事情 你发现 你就会选好